好吧,现在开始呢,我会戴眼镜,因为我最近的眼睛不好,不可以再戴那个隐形眼镜 对了,那摩羯座,我们香港人我们要叫它山羊座 无论如何,就是摩羯在近次的那个尸首座的信乐的那个运势会如何呢 首先呢,那个日月合在你的十二宫,但是它没有上位 所以呢,其实它会欧起你一些阴暗的那些感觉 去欧起你的阴暗面,你心里的那个不好的东西 那其实是什么东西呢,我见到,就是根据塔罗还有那个星象 我就可以看到那个断意 就是说呢,其实你不想用钱,你不想花钱 但是我可以先告诉你,嗯,有什么在这 有一块小皮,对 但是我可以先告诉大家 其实这一个钱呢,是,嗯,我们香港人我们叫它开心钱 就是你花,花的时候会花得很快乐的 所以其实你应该去花这个钱 对,那呃,根据那个星象呢 如果我要就是讲的精准一点,就是见到为什么呢 嗯,因为在,嗯,武功那个逆行的那个天王星 它正在被那个十一宫入庙强势的那个火星对分 然后他们对分的那个,嗯,角度是非常非常的 嗯,就是精准的 是没有,没有丝毫偏差的 所以呢,其实他就是说,就是说你的那个钱呢,在销了 在销,我们香港人叫销钱 就是burn your money 就是好像你的钱要被火销一样 所以你就是觉得,哎呀,我很缺钱,我很缺钱,我没有钱了 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呢,呃,就是,呃,你的土,呃,你的祖星,土星在那个自身的宫位入庙 同时呢,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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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三分那个三宫入庙的立行天王星 啊,不行,不好意思 是三宫入庙那个祖星,立行的海王星 还有,它是在,嗯,三分十一公里面 在,嗯,水星立行,阴影期 因为水星,水泥已经过了 它就是在三分那个水,水泥阴影期的那个,嗯,水星 所以呢,它就是说,其实你要花钱,是要花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是发在,是画在一些你自己的梦想 尤其如果,这个梦想是跟水的东西有关的 比如说,呃,你一直想搞一个,就是饮料的那个business OK?或者,呃,或者你想,嗯,搞一个水族馆 你,呃,或者你,你一直也,也在想,啊,我要养,呃,很多很多的热带鱼 对,热带鱼,就是小鱼,OK?热带鱼 对,所以,呃,这些东西要花很多的钱 但是,其实,它一直是你的梦想 那为何不做呢?第二个呢,就是,呃,就是说你会见到很多的老朋友 比如说一些,嗯,大学的同学 对了,呃,或者是一些你旧的下属 就是你,呃,以前跟你工作的人 对,但是那个,他的职位比你低 对,那些旧的人 或者是呢,你以前在外国认识的朋友 又或者是,你以前照顾过 或者是,照顾过你的朋友 所以,你最近会见到很多很多的老朋友 还有,很想完成自己的梦想 然后,你就觉得,哎呀,要花很多钱 要花很多钱,对了 那,其实,那个形象在提醒里 还有,塔罗也是在提醒里 其实,这个钱是花的值得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摩羯说 是,是一个很努力去赚钱的人 但是,就,嗯,因为其实钱是要花才生你的钱 不然,它就是,只是银行里面的钱 它不是你的钱 所以,大家真的要舍得去花钱 哦,还有一个小提示 就是,嗯,这些老朋友呢 尤其会在水边的地方 比如说,你去海边去散步 或者是去游泳池什么什么的地方 对,还有呢,你的贵人是水性性座 对,所以,嗯,就希望大家可以开心地去花钱 就满足一下自己的那个性灵 因为,因为我们,就是大家摩羯做 为什么我说我们呢 因为,我是有那个stallium 那个姓坤 不是姓坤,姓群 在那个摩羯做 所以,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摩羯的人 对啦,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嗯,花钱去满足一下自己 不要做人做得那么辛苦 谢谢大家